啊 今天早上的墓还是挺大的 那边卡牌齐吗 那个里边 这条街整个全是回名街 全是老天津人在这吃早点 猛虹早餐一条街 好多人啊 咱吃什么 哈喽 大家早上好啊 我们今天来吃他们这边 就是这个网红一条街的早餐 洗了个大早赶了个外鸡 不过好在最后赶上了 我感觉他们天津人就是特别注意的就是 吃早餐是吗 对 感觉吃早餐的人永远比排其他队的人要多 看会儿 狗皮 这儿的果子是那个煎蜜果子 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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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还有很多排队的东西 咱现在就是得排队进去做 都是排队的 拿完东西去做 哦 就拿完东西 从哪进去 哦 从那边陷去 白下你天津人 你来一会儿 翻吊子 那天吃果子特别严 哦 断着去 断着洞 不用 你搁着啊 我蛋管送进去了 就去管了 哦 哦 所以咱是在这儿取了东西 给了他盘 啊 你给他盘你就接着又取一家 你说我取吃 哦 玩什么 小豆子菜做 我要喝个小豆椒 行 菜 小面茶 小豆浆 12个 旁边 其他 多少钱 你打一小把他一小小豆椒是吧 12个 我就这个放这儿 哎 我在里头是 小豆椒 我尝一坨 你看看 那不甜 嗯 是咸的 我以为加了芝麻酱应该是甜的 这面茶是用芝麻酱和什么做的 芝麻 这白的是什么 大娘 你觉得这白的是什么 梅子面 哦 梅子面 梅子面 我去吃面糊 哎 这个 这个 我起来 我起来 刚才绿豆面做的 一条 一条 跟豆皮似的 全中 不能吃 全中不难吃 这个 肉犬 有菜 豆沙菜 豆芽菜 我觉得是姜 这还是姜 面茶我是吃的 豆芽 酱豆腐 香菜 酱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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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在一起 然后炸的 很脆啊 一尺分 这可能是瓜 最后面 和那个动静 我们的酱豆腐应该就是我们吃的梅豆腐 梅豆腐 炸梅的豆腐 那咱吃火锅的时候 放到那个火锅里边 那个 就是调料里边那个 王之河 那就是酱豆腐 那就是酱豆腐 那就是梅豆腐 天津有什么菜是不咸的 那是个不咸的 而且是肉 还没那样 你们拿草都是辣 还没那样 我还没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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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太多吗 你吃太多吗 我吃太多吗 我吃太多了 十年没吃到 十年 我爸还吃 而且他这个红酥有两盘他给了 第一口真的很伤口 感觉应该是甜的东西变得很咸 多吃两口 这个味道是我能接受的 我好几个饭鱼头我到时候来就不费 这块饺子蛮好吃的 看那个嘎巴菜还不错 这都更饱了 慢点 慢点 谢谢你 拿坐 我爸在拿碗酱 我发觉我们家就没太热情了 我们结束出去了 别人同便 作为一个南方人的慰问 我早上吃了他们一嘴的糊糊 不管什么菜都是糊糊 我作为一个天津人我都吃不太习惯天津人 面茶加芝麻酱 但是他觉得是咸的 咖啡菜也是很咸 八派挺香的 但是就是很喜好 所以你们其实所有的早餐 天津的早餐都是咸 就偏咸吧 鲜面果子和老豆腐很好吃 要吃个老豆腐 我有点吃不下 挺大一盆的 改天吧 好吧 对吧